他非常地优秀 我也很爱他 我这一辈子就认定了他 他就是我的唯一 今天直播间有一个 我的夏天一号的账号 看来我们前几个粉丝了 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 以后啊 说不定还有我的夏天二号 三号 四号呢 但是啊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呀 我觉得我们不能为了业绩 去欺骗消费者 去营造出一种单身代料的状态 怎么说对吧 你反对 你反对无效 都是你的好主意啊 还有了现在这些什么 我的夏天一号 二号 八号的 当时不也挺满意 底估什么呢 我是说 我 我下下个月的工资也不要了 就算扣你一年的工资 又能怎么样 赶紧给我想一个办法 把这个事给我解决 知道了 我以为你会吃醋呢 我还想着怎么跟你解释 没想到你居然能理解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观众 但我觉得 她弄这么一个名字吧 不是很礼貌 有什么不礼貌的呀 我现在在适应 但人家就是个普通观众 在网络上是为了好玩 那我觉得 对于这样一个普通观众 有必要把她拉黑了 拉黑 至于吗 你就是在吃醋 没有 你有 真没有 你吃醋了 行 就算我吃醋了 那你能不能把她拉黑了 不行 人家就是普通观众 我只是说有 这么一种可能性嘛 那个 但我真没有吃醋 是 过分 关他什么事啊 哈喽 我上线了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今天 在直播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是关于我的情感状态的 我有男朋友了 他非常地优秀 我也很爱他 我这一辈子 就认定了她 她就是我的唯一 所以呢 所 没事 所以呢 我不是单身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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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不多说了 还是今天的直播 喂 喂 喂 吴玥 哦 我们家还跳闸了 你们能安排个师傅 来看一下吗 好的 明天帮你安排啊 不是 怎么又是明天啊 上次我们家漏水的事 你们不是安排得很利索吗 这回为什么推三组四的 哎 漏水的事 不是你跟楼下业主 自己解决的吗 我自己解决的 啊 是你男朋友 没有管我告诉你的 什么男朋友啊 就是上次 帮你交赔偿金的那个男的 长得帅帅的 穿着西服 挺有钱的样子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 谢谢您啊 没事 这是上次 你帮我垫付的 房子漏水的赔偿金 两千块 都还给你 我不想欠你任何东西 起来 双双 还有什么事吗 如果我答应你不再做坏事 我们还会有机会吗 你知道吗 太别扭了 我干嘛要一激动就答应了呢 多奇怪啊 在哪儿啊 在不在家了 我在哪儿 我换衣服呢 你怎么来了呀 我酒店也没什么事了 过来陪你工作啊 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你不要看我的直播 你为什么出玩法啊 我只是说我不看你的直播 可我没说我不看你在那录直播啊 你这叫强词夺理 你换好了没有啊 一会儿迟到了 没有 快了 你等会儿啊 怎么了 没事 好 我知道了 马上回去 怎么了 酒店有点急事啊 我要回去一下啊 你赶紧回酒店 我没事儿 我一会儿换好衣服我就下去了 好 没事就好 走了 慢走 都收拾好了 安安 夏小姐 盛总和你在一起吗 他没有跟我在一起啊 只要你电话就走了 他没回长生 手机也关机 我根本就联系不到他 是吗 他走得挺着急的 是酒店出了什么急事吗 是我们酒店的高总 把股份卖给立合资本了 立合现在是我们长生的股东了 他刚刚跟我说的 是吗 灵溪不让你 我太着急了就跑过来了 我以为您和夏小姐在一起 所以我才 我去高总家开了一个会 手机没电了 没事的 没什么事就好 我现在过去开会 很快回来 等我 怎么了 衣服在这儿 你从我换一下 什么时候买的裙子 等会儿 等会儿 别蹭了 马上 怎么办啊 专妮 你进来帮我一下吧 你搞了半天也没换啊 我这衣服太麻烦了 你帮我解一下吧 你不想我看你直播 也是因为这个 对啊 多奇怪啊 哪儿奇怪了 挺可爱的嘛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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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